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信上帝的罪得赦免 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 欢迎参加尊道教会献上主日崇拜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天父上帝并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 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尊道教会主日崇拜 请您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愿意揭示你 如果您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敬拜 我们欢迎你回来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创思记的第三章22到24节 主题是驱逐 副标题是雄观漫道真如铁 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 合一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 并且用正义训练人 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威行各样的善事而装备 愿神赐福给所有参加今天聚会的精英姊妹 让我们借着圣灵领受智慧的言语 以和平彼此联系 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 首先呢让我们一同来听一下 Give Thanks 敬拜歌曲 让我们给上帝献上一个感恩之心 那这一个歌曲的话呢 我想把大家放在一个空间里 然后在这个三绿空间里 大家可以一起看到 我们跟上帝一起来 献上我们的感恩之心 大家也可以看到自己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V کے thanks to the Holy One For us Give thanks to the Holyen 接下来呢 请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让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今天的新城教理问答 上帝在第六条 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要求是什么 第六 不伤害 不憎恨我们的邻居 不与之为敌 反而要忍耐 要和平 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 第七 无论单身还是单身 都要纯洁 忠实的生活 远离隐形 以及一切不解的行为 外表 言语 思想和欲望 任何可能导致这些的东西 第八 未经允许允许拿别人的东西 能够给别人的任何好处都给别人 第二 信仰是相信什么 真信仰是相信福音传给我们的一切 使徒信经对我们的信仰告白如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主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地多 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宫间 第三先从死人中复活 若在全能父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佛人和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赛尔公宗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什么是圣灵 生鸡 什么是圣灵 基督 and his brethren 基督吩咐所有基督徒 存着的心 吃他的饼 吃他的饼 喝他的杯 以纪念他和他的死 圣灵 是庆祝上帝在我们中间 使我们与上帝彼此相交 喂养和滋补我们的灵魂 他也预示着有一天 我们要和基督一起在他父的国里持核 今天的这个新城教理问答呢 告诉我们 真正的信仰就是相信福音传给我们的一切 信上帝全能的复活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在我们必死的十字架上 替我们承担了刑罚而受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的罪得赦免 将来有永生 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与人为善 不与人为敌 保持身心纯洁 远离恶行 多做善事 我们领圣餐 是与上帝彼此相交 预示着有一天 我们在天国里与基督同喜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静默祷告阶段 让我们给上帝一到两分钟时间 让我们的心交通给上帝 在静默中 向上帝祷告 我们过去一周所犯的罪 还有别人所不知的恶念 求上帝的怜礼 原谅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过犯 也求祂的大能能够带领我们 走出我们曾经做过错事的羞耻和麻烦 求祂赐给我们智慧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也愿祂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知道 今天祂想让我们知道 祂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 请让我们把大家 请大家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为在心里面默默 为上帝进行这个忏悔祷告 我们在Canceller 4 众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在这个世上 只有你最了解我们的心意 你的话 像一把锋利的剑 可以刺透人心 拖出我们心中 所有不为人所知的恶念 求你原谅我们的过犯 也求你带领我们 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 都走在你说给我们指引的路上 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 从被你的路上回转起来 也求你赐福给每一位 今天能够听到你真理的人 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 让他们的眼睛睁开 看到你在他们身上 所要显示的你的大能 我们知道生命是由你所赐 我们生活也都为你而活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为我们的死 已经显示了你对我们的爱 有这样一个人替我们而死 我们也应该向死而活 从耶稣基督里面 重新到永生 看到你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 一切由你来做主赏权 人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你所做 而不是为人所做的 以上岛高峰 我祝基督 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请Teresa来读一下 彼得前书的第十一章 十一到十二节 亲爱的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警戒露体的情欲 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隐形端正 好了那些人虽然诡谤你们是作恶的 归因你们 归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在 建查 建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好谢谢你啊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这个经文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讲几句话啊 相信你们都应该都已经听说过的 一个是雄观慢道真如铁 啊雄观慢道真如铁 这个是毛泽东的一个诗词啊 好像是刚刚打完仗 看看前路啊 有很多的这个坎坷 但是呢非常有信心的啊 愿意再去前行 第二个呢就是人生倘若如戳戒啊 很多美好的关系 在一开始使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但是呢很不幸 我们后来破坏了这个关系 导致于我们呢 每个人都引发了不同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我们总是想回到最初是什么样子的 第三个的话呢 梦里回 梦里回头千百回 啊 因为有些时候 事实上我们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总的想呢 如果说是我们做梦了 能不能够从梦里 让我们再来去有机会 回到当初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梦 回到当初我们最早最早的美好的事情 第四个呢 花园美景不在 啊 大错筑成难回头啊 看前面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当时那个屈原呢 当时写了一本 写了一个词啊 说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将上下而求索 虽然前路漫漫 但还有心情去走 那今天如果大家看到啊 我我们讲到呢 有一点不同啊 以前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 但今天你看到的 我是在教会的门口 来就给大家讲这篇道 为什么在教会的门口就讲这篇道呢 因为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篇经文呢 也要来到了一店园的门口 我们从开始讲创世纪到今天呢 一直在讲一店园里面发生的事情 但是今天呢 上帝宣判了之后啊 就要撵他们出去了 在门口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在教会的门口呢 给大家讲这篇道啊 所以我们要树本足园啊 人类被放逐之路的始作俑者 亚当和夏娃的放逐之路呢 我们今天呢 还在走 可能你感觉这个没有 但是呢 其实你每一天呢 都在重复着这个放逐之路 我们还没有走 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 我们永远是在被放逐的 那今天我们不会展开来讲放逐之路 我们下礼拜会讲放逐 那今天呢 我们重演讲一些一些这个名词的解析啊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空间啊 就是我们的花园啊 教会的花园 你看这个花园呢 其实是不错的啊 一开始的时候建造的都很漂亮的 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在外面 那外面的有山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富士山一样啊 别人做的 然后呢有山呢有水啊有草地啊有亭子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亭子啊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亭到这个亭子里面啊 去讲道啊去打招呼 Hello 或者是有休息去聊天呢 然后外面有个水塘啊 这个池塘里面应该还有个蝴蝶在飞来飞去啊 多么漂亮的一个景象啊 但是在这样一个漂亮的花园里啊 这个门口呢 因为我们做出了事情呢 可能上帝呢 就不会让我们得到一些东西啊 我今天来看他怎么把这个门来给你有一个形象的表现啊 当然这个会比这个大很多啊 来去看一下 那么还给 你可以看到这个火呀 那如果说是有火再去烧之的时候你是不能进去的 对不对 那我们都很会很害怕的啊 所以说在上帝在这个遗猎园里面呢 呃把这个亚当下我赶出去之后啊 他也放了一把闪着火焰的剑啊 防止他们再回去 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火的事情 那当然我在三个空间里面可以进去啊 没事可以看到我 但是你看看如果是真的现实中啊你要到哪里去 有这么一团火 是不是就是非常的你会非常的害怕啊 那我们呃杨归正传啊 来回到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和学习之中啊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律罪与律法啊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那我们先看一下上帝的律法与罪 然后呢简单了解一下国家的司法制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每当你做错了事情之后啊 都会有些后果 如果你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呢 你就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刑罚 如果你触犯了美国的法法律呢 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刑罚 那无论是你触犯了哪一国的法律呢 你最终呢都会受到这个刑罚 那你家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你父母规定你做的事情 你没有去做呢 也会受到你父母的一个责罚啊 学校里面如果你没有追逐校规呢 也会得到这个学校的一些责罚 对于我们来讲 怎么样才能去面对这种事情呢 一个人难免就会犯错的 关键是犯错之后的行为是怎么样子的 亚当夏娃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吃了不该吃的禁锅 而且呢在吃的那一天 他的灵也已经就死掉了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他们的 如此的爱他们 那么他们这个犯了罪之后 上帝也宣判了 蛇的审判呢 女人的痛苦啊 大地的诅咒啊 亚当的难过呀 夫妻的艰难呢 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他们是不是还可以留在原子里面 继续吃呢 继续吃喝 继续住呢 不能了啊 我们在下礼拜会讲 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赶出一点园 赶出一点园之后 他们的路是怎么样的 那今天呢 我们先解决一下 罪与责罚 以及呢一些名词的问题啊 那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罗马书的第五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请赵玲兰来读一下 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 为死 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 死又从罪而来 于是死就领到所有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前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谢谢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罪啊 都是由一人 由亚当进入这个世界 然后死亡也是因为罪就来了 每个人都犯罪 每人都会死的 那在这个律法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罪了 但是因为没有律法呢 罪也不算罪啊 那这些经文其实解释 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呢 说发生这件事情 当天使长撒旦堕落之后 上帝呢 把他罚到下面去之后啊 并没有判他的罪 因为当时还没有规定律法 但是呢 上帝给人类呢 有讲述说啊 你千万不要吃 你吃了就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命定 但是人呢就犯了错 这样罪呢就进入了人 人呢就因此呢就讲死亡啊 带了这个世界上来 那么这个每个人都犯了罪 说每个人都会死 在没有律法之前说 罪都已经存在了 但是没有律法呢 罪也不算罪啊 那中国的司法制度呢 包括侦查制度 检查制度 审判制度 监狱制度 仲裁制度 司法行政管理制度 调解制度 律师制度 公正制度 国家赔偿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等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定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军事法院 等专门人民法院 你看这个中国的司法制度啊 有很多个不同的司法制度 有富有很多不同的机关 但人民法院 是国家的最高的最高人民法院啊 可以最终的决定权 所以当你这个有事情之后啊 你可以去申诉 一直申诉到这个人民法院 最高等级了 如果人民法院再判有罪 那基本上就没有申诉机会了啊 但上帝天国啊 也有类似这么一个制度啊 我们一会儿再讲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美国的一个司法制度啊 美国的 美国法院呢 分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大系统 联邦法院系统呢 是由地方法院上述法院 最高法院组成 联邦地方法院呢 是审判联邦管理的普通民事 刑事案件的出审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 是联邦法院系统中最高审级 由一位首席法官 和八位法官组成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有九个人啊 其判决为终审判决 为啥说九个人不能八个人呢 八个人的四对四 当时就没麻烦的 所以一定有 级数啊 一定是有一个不同的 并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 美国检察机关 与司法行政机构不分 联邦总检察长 继司法部长 为总统和政府的法律顾问 监督司法行政管理 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重大案件时 代表政府出席参加申诉 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属于 配属于各级法院 你看无论是中国也好啊 美国也好 这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法院的系统 在这一个系统里面呢 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法院和美国的 我看啊 在这一个司法制度中 人民法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的一个审判机关了 那美国的联邦法院也是一样 但是在上帝的时候呢 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法院啊 那么先回顾一下 上一周我们所讲的创世纪的第三章20到21节 那人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上帝用兽皮做衣服 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 我们上周学结论说 上帝是如此的爱世人 当初给亚当夏娃用兽皮做了衣服 后来就让他的独生子替我们而死 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叫信他的人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啊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呢 是创世纪的第三章22到24节啊 我们请Victor锐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耶和华上帝说 汉哪那人已经像我们中间的一个 知道善个 现在恐怕他有身手摘生命树所出的来世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就驱逐他出伊甸园 使他耕种土地 他原是从土地被取出来的 耶和华上帝把那人赶出去 就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督国 和发出火焰转动的剑 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好 谢谢你啊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准备分两周来讲 今天呢我们讲第一部分 下周呢我们讲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呢我们讲24节中的一些名词 第二部分呢我们具体讲逐出伊甸园的一个路啊 那第一部分今天呢总共又分三部分啊 神圣会 基督国与天使 发出火焰转动的剑 我们接下来呢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神圣会啊 神圣会呢其实在这个 我们这个圣经里啊那么他的教导是怎么个教导法呢 这个有这么一个解释啊 就是说在圣经里啊 天国也不止是有上帝一个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很多个掌权者组成了一个神圣的理事会 那被称之为什么呢 灵体逐类 诗篇的八十一二章第一节说上帝站在神圣的会中 在诸神中施行审案 格鲁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也这样说啊 经上记载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给人生命的灵 撒旦也在其中啊 约伯纪的第一章第六到七节说 有一天上帝的众使者来势立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在那里往返 所以所以啊 有撒旦在神圣会里面控告我们 我们每一天呢都要保守自己的心 言行举止 不要被撒旦辱了去啊 又被他在上帝控告我们 就像那个亚当和夏娃一样 在一地园里面犯了罪 那么就受到了控告啊 那么上帝呢就不得不执行 他公义的这个刑法 而且呢也不得不从那时候开始啊 他这一个拯救的计划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具体的看一下这个有几节经文 我们请大家请找找人来去一起来读一下啊 第一个呢是这个诗篇的八十二章一节 还有一个约伯记的第一章六到七节 我们再请一位来读一下啊 我们请这个啊 102的browney来读一下 诗篇的八十二章一节和约伯记的第一章六到七节 啊 browney你的102你的麦克还没有打开啊 我们听不见你 啊好像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打开麦啊 一会你打开麦之后我们来叫你啊 我们请袁启光来读一下诗篇的八十二章一节和约伯记的一章六到七节 两节和约伯记れた meets12ach Alors,他不愿意就是今天我被绱到七节和约伯记的八十二章就是 当天 disappeared参与那的aba pattern 周诇就要起碰后 落后有新冬的 HDemente 所以走起 还有这些诗篇的交流 在那里往返啊 可能这个信号不好 我们再请一位来读一下 耶利米书的第23章18节 和哥林多前书的15章45节 我们这节经文呢 请这个602的 Casary来读一下602 请你把麦克打开 我们今天好像很多麦克都有问题啊 我们请805的Levin来读一下 耶利米书第23章18节 和哥林多前书的15章45节 有谁将在耶和华的会中查看 并听见他的话呢 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经上也是这样记者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 有生命的人 幕后的亚当成了 自身命的灵 好谢谢你啊 在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啊 虽然在上帝的会中啊 总是有撒旦来就控告我们 首先呢 亚当先有了形体 上你吹了一口气 他就成了有灵的人 但是呢 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有圣灵感应 先由灵再成为形体啊 我们将来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也都会像耶稣基督一样 会有一个永活的生命 然后呢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接下来呢 再请1217的西西 读一下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 哥林多前书的15章45节 撒迪利亚书三篇第一节 天使指给我看 约书亚大祭祀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控告他 哥林多前书15 也15节第45段 经上也是这样记者说 亚先的人呀 当成了有生命的人 未后的亚当成了替生命的灵 其实这个是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生命的灵 有生命的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 我们再请一位读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八节 我们请Teresa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 要警醒 要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 抛好的狮子 抛好的狮子走来走去 寻找可生之人 好 谢谢啊 这两节经文我放在一起 你看 撒加地亚书三章一节说 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 然后彼得说 他就像抛好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个不仅仅是在对以色列人说 对于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上帝的儿女都是为撒旦所记恨 他不希望他胜我们胜利啊 他知道我们最终都是战胜他 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他都很记恨 都想了迫害我们 你看他是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 也就是说在天上啊 他其实是比约书亚大一点的啊 在他的右边控告他 也是一样 我们在天上这个撒旦呢 也站在我们的右边 向上帝来控告我们 所以说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的心 那他呢 随时随刻呀 都可能会来去吞吃我们呢 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还有希望吗 比我们能力大的这个魔鬼 像狮子一样在我们周围每一天走来走去 而在天上他又比我们的位置高一点 老样在上帝面前去控告我们 那我们人生还有希望吗 活着还有意思吗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跟我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基督我所有 All I have is Christ 我曾迷失 盘你如我 心梦爱归属你 若不是你 先爱了我 我依然拒绝你 刚才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 现在撒旦像吼叫的狮子每一天在我们跟前心里面赚来赚去 一个不小心就被他给诱惑 我们就犯了罪了 这是在地下 在天上呢 他每一天呢都站在我们的右边 向上帝控告我们 可能要出现的错误 这样一个没有指望的日子里面 我们活着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好在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 在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在天上啊 虽然我们没有在那里 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中国的古装片啊 那些中国的历史朝廷说 朝里有人好做官啊 如果是你信耶稣基督信上帝的 那么你在天国里啊 就有耶稣基督替你说话 由圣灵用你听不见的一种叹息 替你去祷告 虽然在这个朝廷里啊 这个撒旦也在不停的控告 我们撒的就像奸臣一样啊 但是呢忠诚的也有人去保护 所以说只要我们一心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上帝天国里面这个审判的委员会里面 虽然有撒旦不停的控告 但是有耶稣基督替我们祷告 我们顺着耶稣基督 顺着上帝所给我们自己的路呢 我们一定会战胜的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请一位读一下 以赛亚书的第35章4节和第8章10节 我们请这个777来读一下啊 以赛亚书35章4节和8至10节 对心里焦急的人说 要刚强不要惧怕 看哪你们的上帝要来施报 要施行极大的报应 他必来拯救你们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就是一条路称为圣路 忽悔的人不得经过 是装为走路的人预备的 愚昧的人也不会迷路 在那里没有狮子 猛兽也不经过 在那里他们未献踪领 只有救赎的民在那里行走 烟华救赎的民 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 永远的快乐必归到他们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伤叹息尽都逃避 好谢谢啊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啊 要刚强不要惧怕 因为呢上帝会来施极大的报应 来拯救我们 那既然这个路上会有狮子 像撒旦狮子会吞车我们 在上帝会控告我们 但是呢上帝来拯救我们 通过耶稣基督这条道呢 就叫圣路 而且在这条圣路呢 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个相信上帝的人 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 愚昧的人会迷路 找不到路啊 只有你信心坚定 心命刚刚强 才能去走这条路 那我们受到救赎的迷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的人 在那里行走 耶和华救出的人呢 就像回国一样 回到这个上帝的天国一样了 那就一定会一路歌唱了 来到这个快乐的这个西安啊 我们必得到欢喜快乐 那么以前的所有的悲伤啊叹息啊都逃避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耶稣基督特别喜欢小孩 而且圣经也这样说 除非你要成为一颗孩童的心 不然你是很难进入天国的 那你说难道我们大人就没有可能进入天国了吗 但大人呢 受了这个世俗的太多的污染了 我们有受到了太多的这种不同的教导了 所以说我们很难呢 把自己的心洁净了 去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洁净 如果即使是我们得到救赎 我们还会被撒旦所带走 所以说耶稣很喜欢孩子 而且耶稣说 除非你成为孩童的心 你才能够去来到我们面前 成为我的门徒啊 所以说你们非常是有福的 能够这么早的听到了上帝的福音 能这么早的决定就跟随主 那么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一条救赎之路 所以在这条路上呢 上帝是专门为你们所预备的啊 我们接下来呢 再请一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 我们请一位来读一下 我们看看 我们请这个404的Rose前面来读一下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九到十节 好 因为看不见他打开这个麦克风啊 我们再请这个Victor和Rate Victor 403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九到十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是一切恩典的上帝 曾在基督里招了你们 得向他永远的荣耀 在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 是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 好谢谢啊 你看如果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他必达救我们得救我们胜利的话 虽然我们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但是呢 在短暂的经历的苦难之后 上帝必亲自的成全我们 坚固我们 是力量给我们 建立我们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真正开始学习今天的基督博与天使这个名字解析啊 什么是T什么是基督博 什么是天使 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是基督博啊 圣经说基督博是灵界的一员 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象有点不同 好像各种不同的动物 以西接触第十章八节 在基督博的翅膀之下显示出有人手的样式 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博其实他有翅膀有人手 圣经你第一次出现基督博呢 就是在今天的这节经文 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四节 耶和华把那人赶出去 就在伊甸园东边 安设基督博和发出火焰转动的剑 把守生命术的道路 以西结书第41章18到19节 说墙上雕刻基督博和棕树 基督博和基督博之间有一棵棕树 每基督博有两张脸 人的脸向着这边的棕树 小狮子的脸向着那边的棕树 殿里四周围都是如此 圣经里有很多描述说 基督博是在上帝的圣殿里唱 宋赞赞美的 好然后呢 其实我在里面讲了两节经文 一个是以西结书第十章八到十 第八节和第十四节 一个是以西结书的41章18和19节 你们接下来有时间再看啊 另外一个呢 在猎王纪的猎王纪上627节和以西结书的 第十章3到5节呢 都有具体的描述了一下这个基督博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天使 圣经里的天使往往没有翅膀 这个和我们在影视节目里所看到的不同 事实上天使往往被人误以为是人 因为他们和我们相识只是有点与众不同 你看基伯路有翅膀而天使们没有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二节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 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 无意中接待了天使 天使和基督博的功能不同 我们今天不具体来讲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去讲 你看这几节经文啊 一个是西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二节 一个是加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四节 一个是创世界第十八章一到二节 都说呀天使来的时候其实就像人一样 啊有可能你看到某一个人他就是天使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曼带一些别人呢 如果我们在能行善的时候尽量去行善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火焰的剑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发火焰的剑 剑对我们来讲呢一般是武器或者执行刑法的工具 这里一直喷着火焰的剑的含义啊 就是代表如果是我亚当和夏娃敢回到园子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再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将会面临着带着怒火的剑 那就是代表了上帝的生气啊 你们已经做错事了结果他们还敢再回来 他就可能会被处死 请注意这个火焰剑你看这个图片上他并不是基督伯所把持住 而是由上帝的灵把持住的 那这个根据来自于以夫所说的第六章17节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 我们现在学习的圣经啊也就是上帝的道就是有利刃的啊 西伯来书第1章3节说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拖住万有他洗尽了人的罪常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西伯来书第4章第12节也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 耶稣基督就当初已经见证了亚特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 他们的犯罪还有上帝把他撵出去有这么两只剑把住他们 那么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了那怎样才能回到上帝的身边呢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19章11到16节 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被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和征战都凭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进过雪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 众天君都骑着白马穿着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来击打列国 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 并且要踹全能上帝列路的炸酒池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 这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有另外一把火焰的剑可以劈开这样一个撒旦带领我们走向胜利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所讲的几节经文 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 一个是西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还有一个是西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 那再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二节 最后呢是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 这些经文我们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结论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上帝有一个审判的工会 撒旦就像狮子一样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 在天上控告我们 我们虽然有耶稣基督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未来又能如何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永远活着的盼望啊 我们一起来听下这首歌曲叫 永活盼望 Living hop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how great the chasm That lay between us How high the mountain I could not climb In desperation I turned to heaven And spoke your name Into the night 对不起 我们这个歌就不再听完了 以前你们都应该都已经听过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 今天的应用有两节经文 希望大家能够去背诵的 一个是诗篇的三十二章第五节 一个是罗马书的第十章九到十节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 三十一节和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那我们请一位来读 请严谨官读一下 这个诗篇的三十二章第五节 和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和十节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向耶和华承我的过犯 你就是我的罪惑 你若口里成了一生为主 心里信上帝教他 从佛地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你的心里信就可以 从佛里宣认就可以得救 好谢谢你啊 我们再请Teresa帮我们读一下这个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七节和三十九节 既是这样 我们对这些事还要说什么呢 上帝不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乃尔靠则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敌了 因为我申请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力是 现在的是是将来的事是高速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解决 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 好谢谢你啊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为今天的学习做个祷告啊 请大家把心安静下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众人都追你的名为圣 感谢你的减选 也感谢你圆圆我们的过犯 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走你说给我们准备好的救赎之路 不要让撒旦如猴救的狮子在我们身旁走动 也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求你带领我们保护我们 用圣灵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靠着祷告与你连接 在主耶稣基督里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看过保守每一位今天能够听到你话语的人 我们在今生没有其他的希望 唯有靠耶稣基督 唯有靠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战胜生活的苦难 唯有靠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来到你的面前 人生的盼望 还有人生的救赎 以上老歌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了 so may God bless you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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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